你敢相信吗 男子出租车内侵犯少女 司机不但不报警 反而是加油鼓劲 甚至纵容犯罪 警察瑞平开眼了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上期视频咱们说到 21岁的小红 因为出门打工 下火车后 着急打到了一辆出租车 准备去火车站换乘 不料却在途中 遭遇了拼车男子李文辰的侵犯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 出租车司机却全程没有任何阻拦 那么这个李文辰到底是何许人也 让了解这一部分精彩内容的朋友 可以点击文龙的头像 进入主页 观看上集精彩内容 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 说这个李文辰当时30岁 温州本地人 之前有着因为打架斗殴 而被逮捕入狱的犯罪贤客 被逮捕后 他对其犯罪事实是公认不讳 但他却否定和司机有所谈戏 咬定侵犯小红 也只是他一个人临时起义的行为 但警方对李文辰的供词 有所保留 但却并没有救死其案 反而是继续吃怒调查那名司机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在对司机进行传唤时 却发现出租车司机早就逃之夭夭了 而司机的消失 让警方迅速提高了警惕 当即走访调查了民众和出租车公司 出租车公司一致认为 该出租车司机是故意的 甚至纵容了李文辰的犯罪 因为当时出租车上都安装了GPS报警 他即使不敢阻止 哪怕偷偷摁一下报警 也是不会被李文辰发现的 但是他不仅没有选择报警 反而是按照李文辰的要求去绕路 事后也并没有报警 警方和出租车公司确认 该司机叫做李文凯 这个消息一经报道 直接引起了众怒 甚至有市民自发悬赏 试图找到这个冷漠又虚伪的李文凯 警方根据这一证据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对李文凯发布了通缉追捕的命令 几经辗转 终于在2010年12月27日 李文凯被抓捕回案 如果警方多次核实 李文凯和李文辰原来是表兄弟的关系 所以李文凯当时才并没有选择报警 并且根据李文凯的供述 当时他原本就是去火车站接李文辰的 但想着反正跑一趟再顺路拉一个客人 也正好补贴一下油钱 这才顺路烧上了小红 谁知道李文凯半路起了色心 在小红求救的时候 他也曾经言语阻止过李文辰 但李文辰非但不停反过来威胁他 他不敢得罪李文辰 才只能按照李文辰的意思 开车绕路 尽管李文凯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辨别 但犯罪事实就摆在面前 李文凯又确实为李文辰提供了作案条件 构成共同犯罪 此李氏兄弟全部落网 接受法律的制裁 作为主犯的李文辰 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 只是可怜小红要遭受这样的无妄之灾 但小红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 面对被侵害的事实 并没有忍气吞声 反而是大胆的说出来 寻求法律保护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这件事情虽然不是新发生的 但是却知道我们警示 在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注意安全 那么大家对于这期 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 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